诺加7PLUS深度评测下集 诺加7PLUS的强大拍照能力 不仅只是对于诺加专业拍摄应用的回归 更多的还是凭练习强劲的硬件配置 此次诺加7PLUS的拍照成像能力 确实可以和三星Galaxy S8相媲美了 该机后置双蔡斯认证镜头 广角镜头为双1200万像素 2.56分之英寸的传感器 具体型号为三星S5K2L7 单位像素尺寸是1.4微米 光圈为F1.75 支持双核对焦技术 长焦镜头 采用1300万像素 3.42分之英寸的传感器 单位像素尺寸有1微米的像素 F2.6 前置上头同样搭载了 蔡斯认证镜头 采用1600万像素 3.06分之英寸的传感器 1.0微米F2.0 支持四像素回忆技术 暗光下自动合成 2.0微米超大像素 有效增强画面亮度和细节 通过样张来看 诺基亚7TOS的成像清晰 色彩发现明快 扩容度非常不错 即使直接开启相机 自动抓拍 也可以达到大片子的感觉 唯一的缺点 可以在2倍变焦之后 成像质量下滑明显 不过这也是 目前自动手机拍照的通电 可以接受 此次诺加西普拉斯的拍照算法 也达到了旗舰级 精心调教色彩平衡 可以带来更加鲜艳动人的色彩 全新一代的建造技术 让照片保留更多细节 高感光下 也可以获得更加纯净的画面 另外让小编觉得欣喜的是 诺加西普拉斯的 前置人像背景虚化能力 该功能是iPhone X的看家本领 从样张来看 无论是前置景深自拍 还是前后双摄拍摄 都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美颜算法清晰自然 并非暴力美颜 效果看着让人惊喜 系统方面 诺加西普拉斯采用了 纯净的安卓零系统 不多余预装意外清晰 优化较为到位 同时针对中国用户 量身定制了本地化服务 比如说手机管家 微屏全局手势操作 单手模式 智能卡片信息 吸屏快捷支付等功能 未来还将支持面部解锁功能 在之后通过OTA升级即可实现 配置方面 诺加西普拉斯 强了高通骁龙660处理器 A512GPU几乎可以满足 绝大部分用户工作和娱乐需求 另外诺加西普拉斯 还可以通过OTA升级来实现 游戏误扰功能 确保用户在游戏过程当中 不会被打扰 我们通过安兔兔跑分 来了解一下 诺加西普拉斯的性能表现 组结 HMD 此次带来的诺加西普拉斯 有别于之前推出的几款机型 给小编带了不小的震撼 及强大的拍照功能 也让那个曾经大杀四方的 卡尔蔡斯的诺加再次回归 在外观设计上 采用了目前最为主流的18比9全面屏 同时金线勾勒 后纸双摄和金色落架logo 也极具辨识度 13万的配置 也足以满足 大份用户的日常工作和娱乐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